前面讲完了金根讲完了根之后 我们只剩叶子这个营养器 我们再讲叶吧 叶从外部形态开始 那外部形态呢 我们先从双子叶植物开始 等一下再介绍单子叶 一个双子叶植物的叶子 是各位最熟悉的叶子 你看到大部分叶子很多都双子叶 就是呢有一个很大的叶片 然后还有一个叶柄 叶柄的下面呢 这个过程你们比较不认识 第一次可能听到 叫拖叶 它的功能是保护 也就是说它保护叶子的肌部 当叶子还是小叶子的时候 或当这个叶子还是叶芽的时候 这个拖叶就可以保护这个芽 或保护幼叶 长大了保护这个叶的叶柄 好上面是叶片 这是叶柄 这是拖叶 有拖叶 所以一整片叶子 一定有个拖叶 所以拖叶是判断 你是不是一片叶子 一个蛮好的特色 那我的叶柄呢 会往向前延伸 进入到叶片里面 就会形成叶脉 叶脉在中间这一条 就叫做中肋 中央的肋骨 中肋 那旁边就有一些其他的叶脉 中间那一条就叫中肋 以上是双子叶的叶 大家最清楚 我们看单子叶 单子叶的叶子 通常是比较细长的 它有平行 然后它跟它的筋连接的位置 不叫做叶柄 叫做叶翘 因为它是叶子的一部分 有叶这个字 翘呢是指 它是一个桶状的 一个扁扁的桶状的 把筋包起来 你只要把三八底包起来 一般就称为翘 包住箭的叫箭翘 周翘就是 它是圆周 包住的中柱 所以叫周翘 对 有翘这个字 其实就是包住某个东西的意思 所以单子叶的叶 比较单纯 叶片跟叶翘 没了 它没有托叶 它没有叶柄 只是那个叶翘 相当于叶柄 这是单子叶的叶的外部形态 好 外部形态看完了 我们来看看叶子的形状 形状也有变化 如果今天这个叶子 以双子叶子为例 是完整的一片 我们称你叫单叶 OK 一个单叶 但如果今天这个叶子呢 它的边缘 它是向内凹陷 像这样子 向内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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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然后中间这是中热 然后这叶脉 然后这拖叶 这个叶子呢 就叫裂叶 因为它的边缘 向里面裂进去了 就叫做裂叶 但如果今天裂缝 裂得极端的夸张 直接裂到中热 直接裂到中热 你看到叶子 就会长这个样子 这样子是不是很像 这是小叶子 这是叶子吧 其实不是 这整个是一片叶子 因为下面才有拖叶 这个小叶子 是没有拖叶的 打叉叉 所以这个小叶子 不是一片叶子 它只是叶子的一部分 像这个叫做副叶 就是一片叶子 却分裂成很多小叶子的感觉 所以好像很多叶子的意思 这叫副叶 副叶还蛮复杂的 像我下面放几个图 这边裂一次 往里面裂一次 这叫一回 雨状副叶 只裂一回 像这个呢 先裂第一回 红色是向内裂 裂到中热 第二回呢 再横向裂 裂到这个叶脉 它裂两次 这叫二回雨状副叶 同理当然有第三回 裂第一次 裂第二次 再裂一次 裂裂裂 裂三个 出香垂直的一个角度 这叫三回雨状副叶 三回雨状副叶 看起来就会很华丽 因为很多镂空 那通常是谁呢 绝类 所以很多会拿绝类的 这种三回雨状副叶 压在书里面当书签 因为它很漂亮 这叫三回雨状副叶 它们都是副叶 好这是叶的外形 接下来看叶子的排序 叶子在基上的排序 也有一些次序的 有些叶子 有些植物的叶子 它一个节 只长出一片叶子 一个节只长出一片叶子 而且会交互出现 像这个节长右边 这个节长左边 这个节长右边 它就相互出生出来 就叫互生 如果一个节呢 左右就长出一对叶子 就叫对生 如果一个节 同时长出三片以上的叶子 就叫轮生 因为一圈嘛 像轮子一样 这叫轮生 好那我们来整理一下 刚刚所说的 这个一个节有两片叶子 成对对生 相互出现 一个节就一个 叫互生 一个节三个以上 一圈就叫轮生 这张图 打过这个图 其实应该叫裂叶比较好 它已经裂进来了 除了单叶 应该是这样 完全没有裂缝 这叫单叶 这叫单叶 当你的裂叶裂完之后呢 它有可能会裂得很夸张 裂到底 裂到中勒 那这就是副叶 那我怎么知道 它这个副叶 而不是这一片叶子 是个小叶子呢 看那个拖叶 拖叶在这 代表以上 这整个是一片叶子 如果今天你看到的植物 虽然长这样 但它的拖叶在这 在这 这代表这是一片叶子 而不是整个 这整个是很多叶子 所以拖叶是个 蛮好让你判断 它是不是一片 完整的叶子的一个依据 但是植物有很多变化 有些植物的拖叶会退化 你不一定看得清楚 好以上是叶子的外形 就讲到这里